OK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Debug Video Capture 這一套其實是老實講 才是我平常上課的時候在用的 上課我是用這種方式錄 那它很單純的只有錄影功能而已 剪接另外的軟體 就是他們公司有一系列很多其他軟體 所以它檔案就很小 那麼我會喜歡用它 你會發現3.0以後 就是多增加我們剛剛這個功能 剛剛那是下課十分鐘 多一個螢幕畫面 Webcam的畫面 所以你可以增加這個功能 事實上老師剛剛可能沒有注意 如果你上禮拜有來參加我們演習 有沒有看過我們上部錄影面 沒有喔 大部分都是錄下來我自己看而已 沒有關係 反正有錄下來以後 它還會教我很多篇 那我們看一下這邊 它其實在錄的時候 它有一個選項 我給您看一下 這邊看得到 這邊看得到 來 您看 我們要點滑鼠的時候 點滑鼠的時候 有沒有注意 你有沒有發現滑鼠的 我按哪一個按鍵 有顯示在上面 有沒有滑鼠優表在上面 我現在按的是不是左鍵 所以比較它會亮起來 這樣了解 我們在移動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亮亮的 就滑鼠優表前面是不是有一個亮亮的 它也會顯示出來 也會顯示出來 所以其實 我們在用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樣子會看得比較清楚 看得比較清楚 所以 在這邊 預設的話呢 它沒有把游標顯示出來 所以我通常這邊會勾起來 因為如果我這邊沒勾 它會沒有錄到游標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我們的這裡 你看這個地方 有沒有發現 有一個webcam對不對 如果你有需要 你把它enable就好了 所以 您有裝了那個webcam 直接 你可以自己選擇 你的畫面要出現在哪裡 可是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你不會看到它 也就是說 錄影的時候它不會打到你 因為有的人自己看到自己 會嚇一跳 對不對 會在意那個影容 我沒有講那個 會這樣子 所以說它就是隱藏起來的 等到你影片錄完 它是疊在上面的 是疊在上面的 所以大致上 就只有這個地方 要注意而已 好 就只有這個地方 那還有一個就是 我平常在做的時候 我會加上浮水映 有沒有發現我上面有錄影的時間 跟是誰錄的 對不對 當然你要地點打上去 也不反對 只是因為地點比較麻煩 所以 在這個地方 你有需要的話 以前我們比較麻煩 就舊版本 二點以前 你必須要加上這些 有沒有 看起來好像 不太懂的那些 但是呢 新版本三年之後 你知道勾這個就有了 它就自動把那個時間加進來 反正這個看了也不難 年 月 日 時 分 秒 沒錯吧 就像這樣子 所以我只是把 以前 它滑過去其實都會有一個說明 這邊 有沒有都有一個說明 只是大部分都不太喜歡看這一種 所以它就把它做在裡面 變成這樣子而已 所以你如果按下去呢 就錄下來 那預設的話呢 是AVI 但是老師看到AVI 會不會有點 覺得 檔案會很大 其實重點不在格式 重點在什麼 編碼的方式 您看這邊 它有一個編碼方法 在這裡 video的那個 encoder option 今天 即使你是AVI 可是它用的是H.264 所以為什麼我們剛剛 跟各位講說 錄下來檔案都很小 因為是這個編碼的關係 今天如果你改成什麼 比如說NP4 它裡面有NP4 NP4 就比這個H.264 再大一點 真的 所以 您可以稍微參考看看 您看我們今天錄影 錄到現在 在這裡 你看 我們剛剛後面幾段 有沒有都六點多而已 對不對 即使我全部選起來 我按右鍵 我們看一下 今天的成果如何 採166 有沒有 所以我才說 我大部分 就是一堂課下來 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大部分都在200到300 中間左右 當然 有時候你可能講的比較長 這是 可能就打算大一點 可是 應該這樣老師再帶回去 應該不太難吧 對不對 你要保留 也比較不用擔心 像DV那麼大 因為DV動輒幾G 幾十G 你的硬碟要買多少個 我不知道 重點是以後的維護很麻煩 因為硬碟壞了 很痛 真的非常痛 所以這套軟體 您待有可以稍微試看看 那它一樣有快速鍵 也就是說我開始在錄影的時候 比如說錄影的 預設它不會跳出這個檔名 會直接錄影 就是未命名1 未命名2 未命名3 只是我通常比較習慣我先命名 所以我有稍微修正一下 那設定我有稍微修正一下 假設我這邊做一個test 好 那我按存檔 這個時候它會 有沒有看到下面它就可以看到這裡的 對不對 表示錄影中 但是呢 如果你想要 手動的 反正我不知道快速鍵嘛 你就點它一下 在這邊是不是就可以暫停或繼續 那一般我都是用快速鍵 Ctrl加9跟10 9是錄影 10是停止 10是停止 所以我先把它停止 Ctrl加10 有沒有這樣就停下來 會像這樣子的方式去做 那因為這套很單純 它只有錄影而已 就只有錄影而已 所以我給各位老師 稍微介紹到這邊 您可以稍微試看看 你看 它本身是沒有剪接的功能 它本身是沒有剪接的功能 那現在我們可以在那裡 判斷 解釋